ź depends on the recipe Hi 大家好 今天今天的介紹給大家 Ride給詳芋魚咀 這是寓魚頭 有兩個 已經分開了 有些浸软了的腐竹 腐竹浸2小时就会软 中间这个节位可能要浸4小时才软 浸腐竹用冻水浸 不要用热水浸 用热水浸口感不好 喜欢吃辣可以加些辣椒 蒜头 姜和红葱头 全部切粒 洗鱼头的时候要刮干鱼类 和清除鱼筛 这些鱼头血水比较多 建议多洗几次 放少许胡椒粉在鱼头上腌一下 少许鹽就可以了 稍后我们会调味 1茶匙淀粉 腌5分钟就可以了 先调芡汁 这里是1饭碗的水 1汤匙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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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汁不要调得太咸 因为腐竹会很吸味 少许胡椒粉 煎一煎鱼嘴 煎香后反转 再反尾煎 务求让每一面都煎至金黄 鱼水蒸香后 放入沙窝 爆一下姜葱 这个蒜粒 姜葱粒和干葱头粒 爆香后放入腐竹 加入鱼头 把酱汁调好的酱汁 酱汁 喜欢吃辣的可以放辣椒 酱汁滚了就转小火炆6分钟 这个鱼嘴好吃 但是最好吃的都是这些腐竹 来看看吃光了 不要惯我吃得这么干净 因为实在太好吃了 这个沙窝鱼嘴是顺德名菜 我老爷是顺德人 退休前他是厨师 沙窝鱼嘴是他乡下的名菜